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翱翔天际 谈古今 论道理 我是洪伟祥律师 今天是6月2号2020年 也是我们第37次的直播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已经直播37次了 今天很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的直播破了2600人 又破了我们YouTube直播的在线最高人数 非常谢谢大家 好 不让费大家的时间 现在我们就进第二个讲题 第二个讲题就是今天传的沸沸扬扬的各种谣言 今天有什么谣言 第一 老马要进见元首了 遥传老马已经写兴趣了 叫他的秘书跟元首安排时间进见元首 第二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 其实安华 老马 沙弗伊他们在好几天前 已经有商谈过了 有没有见面我不知道 但是已经有谈过了 我在我星期四的直播也有爆出内幕 后来也被证实了 然后当时我也有说 他们传出谈好的各种版本 就是今天谣言传的 有的谣言说老马做首相 有的谣言说安华做首相 然后老马做首相就有谣言是 沙弗伊做副首相 或者是安华老婆做副首相 或者是安华做副首相 安华做首相的 就有谣传沙弗伊 有谣传老马的儿子 甚至谣传老马做执政 这些我很早都讲过了 但今天传的不可太久 一直都有 还有包括柔佛州变天 还有包括吉达州变天 还有包括马六甲变天 所以这些谣言我们就足够来讲 我们足够来讲 大多数谣言我都已经讲过了 像安华老马做首相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不会深入讲 我们先讲第一个 就是老马已经写信 敬见元首 很多人问我 我就说这个 你不要问我 我不是老马的回虫 我哪里知道他有没有写信 除非是老马的身边人 所以这个谣言是不能证实的 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 我不会跟你装知道 我今天也没有收到那一幕 也没有人发消息给我 老马已经写这封信 没有 但是有很多读友问我 我觉得我必须回答一下的就是 元首会不会为了保护穆尤丁政权 而不见敦吗 会不会 很多人担心 因为元首不想看到 当然有的看法是元首有私心 就是他站在穆尤丁这边 元首有私心 所以他不要见老马 他要保护老马 这样老马就不能变天了 第二个原因是 老马不是为了私心 元首不是为了私心 是为了我们的全国人民的好 因为现在又来政变 在这个疫情的当儿 其实是不好的 政府的稳定性也不好 如果万一 穆尤丁他很下心来要求解散要大选 那就是更逮我 所以都是这样 老实说 两个我都不认为是对的 这两个推测都并不对 元首有私心的话 他就不会要求那么辛苦 要求两次进见 那么辛苦 一直拖延给安华时间 其实之前元首的拖延是赛安华的 当然没有一个皇族是喜欢老马的 这是肯定的事情 但是安华不一样 安华比较开明的形象 皇族很多都是开明的人 因为他们在外国读过书 因为他们见过世面 所以安华当然对皇族而言是比老马还好的人选 所以我不认为说元首有私心 然后第二个原因 元首是为了大家的利益着想 这个当然肯定是 但我也不认为是他不见老马的主意 我直接跟你说元首不可能会不见老马 会拒绝见老马 除非他有特别的理由 比如他被quarantine了 quarantine14天 但是touch wood 我们不要揍我们的元首 除非他被quarantine还是什么 不然元首非常的聪明 我们的元首不是普通人是非常的聪明的 聪明的元首他绝对不会拒绝接见老马 因为你拒绝接见老马 你等于是拿自己的皇权来开玩笑 大家还记得509变天第二天 老马说了一句正经世贺俗的话吗 这句话只有老马敢说 那时一直拖延 那时的元首不是现在这位 是吉兰丹的那位 一直拖延先世 老马就说了一句 元首不需要拍手 拍手的意思是什么 我不需要你认同我 也不需要你的掌声 也不需要你的鼓励 也不需要你的认同 老马当时是说 元首不需要拍手 只需要牵连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元首是没有实权的 元首只是一个我们敬仰的神像 被敬仰起来 被高高挂起来的一个神一般的人物 但他不能涉入俗世 所以他只是一个程序 既然是一个程序 你不能去违反这个程序 所以有些人说他为了私心 为了种种原因而不见老马 我告诉你 照我的分析是不可能会发生 因为这样子 他就等于 违背了整个君主立宪制 违背整个君主立宪制的后果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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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 任何的聪明人都不会这样讲的 都不会去这样子做的 因为他是中立的 既然我是中立的 谁做政府都跟我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他要冒这个险呢 而且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险 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你们不要乱传 不要乱以为 元首是绝对不会拒绝接见老马的 绝对不会 他拒绝接见老马 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见了老马 可能会跟老马说一些话 这个是绝对的事情 但他绝对不可能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风险太大了 他得到的东西太少了 他根本没有得到什么 他不见老马 他不会得到什么 慕尤丁做政府 慕尤丁也不会让皇室复辟 把我们君主立宪制变成军权了 不会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远了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 马六甲州变天的谣言 也很多人问 马六甲会不会变天 听说四个 两个土团 一个公正党 一个行动党的议员 又要跳回来 又要变天了 然后还包括 巫统的人要跳回来 很多人问我 老实说我也没有收到消息 我没有收到任何可靠的消息 我当然有收到很多风 但是风跟消息是不一样的 风就是我听说 消息是有内幕的人 比如记者 比如政治人物 他直接发给我 所以风跟消息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分清楚 我收到很多的风 但是没有收到消息 然后 马六甲变天 其实有人数就可以变天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 那个社租部长 阿顿天巴巴比 你们都是谁吗 社租的州议员 就是那个三星 从巫统跳过去的 从火箭跳过去的 那个天巴巴比 叫什么名我忘记了 也是很烂很烂的人 可是他做过火箭的州副主席 你能接受回这样子的人吗 他在州议会对着火箭的人 骂巴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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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不停 大家有看到那个video吗 Nohizam 对有人写了 Nohizam 大家有看到那个video吗 这样子的人 你能接受吗 所以我不太认为 马六甲州会再次变天 在现在这个情况 我分析的都是当下 未来有什么转变 我不知道 今天谣言说会变 我认为没有 所以我也没有分享出来给大家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Nohizam不能被接受 就算土团两个回来 现在 因为 马六甲州是很接近 现在巫统伊党跟 Nohizam跟土团合起来 就才15星 西蒙有13星 所以土团两个回来 其实可以换政府 但是土团 他们回来 要看整个党的态度 因为马六甲是很靠近 柔佛的 北柔佛就是慕尤丁的重镇 慕尤丁是巴谷 巴谷是麻坡 那边的国会议席 去马六甲就是在隔壁 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很亲 慕尤丁的 这点大家必须要知道 所以刚才我们第一个讲题说到的 五个区 总共马六甲六个区部 六个国会选区 有六个区部的是挺 慕尤丁的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土团的人会跳回去 我认为现在可能性还不大 除非真的联邦政府倒了 那是另一回事 土团大归队 那是另一回事了 但现阶段土团我看不到跳的可能 然后那个 Dempa Barbie 他当然有可能跳 阿顿Dempa Barbie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他以前是行动党的 在行动党的时候 在街上跟马来人对骂 你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还记得那个video吗 他就是 三圣阿顿Dempa Barbie 非常的出名 然后他一跳槽就马上变脸 说他以前在行动党里面是 是努力 所以这种人是最 我们有一句话 我最近学会了一句话叫 最间隔的人 所以你能接受这样间隔的人回来吗 比如张发虎回来 所以你问我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说马六甲会变天 就是前马六甲的首长 会带巫统的人过来 遥传有三四个 我也认为不可能了 你要巫统的人现在跳是很难的 跟Hishamuddin Hishamuddin现在要出来的理由是一样的 我们的声势正在大涨 现在又在政府里面掌握执政资源 我们在没有当政府之前 Morafakat National都联赢好几次的不宣 声势大涨 全部保守马来人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尤其马六甲的佛是一党势力很弱的地方 基本都是巫统一个人独食的地方 有什么理由他们要跳一艘大船 去你那艘摇摆不定的小船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要巫统的人跳 其实都很不切实际 不合逻辑的 所以我不认为巫统会跳槽 这个跟刚变天的时候 Hamsa Zainuddin这些人跳去土团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时刚变天 那时巫统很脆弱 巫统也失去了主心股 不知道要怎么办 选出来的主席 纳吉退 辞职 代主席扎希 又没有什么魄力 又没有什么能力 整个党没有方向 所以引发退党潮 退党了十多个议员 那时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巫统已经做回政府 然后跟伊党合作之后已经赢 赢到哈哈大笑 没有理由再去退出了 所以大家不要天真的以为还是 之前刚变天那个情况 巫统的人会抛弃巫统 可能性非常之小 不要用定点的眼光看流动的事实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不要用2018年的眼光来看巫统 来看现在2020年的巫统 我之前说马哈迪也说过 不要用1998年的眼光看2020年的老马 所以不要用定点的眼光看流动的事实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最后一个我们马六甲州讲完了 然后元首会不会让马哈迪经见也讲完了 现在讲最后一个就是柔佛的 柔佛我的家乡 柔佛的情况跟马六甲又完全的不一样 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第一 本来的西蒙在柔佛是强势执政 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 其实柔佛西蒙在柔佛是强势很powerful的执政 36席对20席 已经接近三分之二的席位了 多一点席位就有三分之二席位了 所以是非常强势的执政 可是这样强势的执政 还是被拉倒了 为什么 他不像吉达 不像霹雳 不像马六甲 席位差别不大 吉达是差16个席位 16个席位 36比20 那为什么还倒了 因为土团在柔佛很强 大家知道吗 因为土团在柔佛很强 土团自己就有八个周一元 这八个跳过来 就变成28对28了 对不对 这八个跳出来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见利妄议的人 比如我们说过的张法虎 那就有优势了 所以现在的国盟州政府 其实微弱优势 29比25 大概是这样子的起位 29比25 所以一直谣传会在变天 沙拉乎丁 我很佩服的一个柔佛州的领袖 就是他的选区很靠近我的家乡 诚信党的 以前是回教党的 回教党在Joho也是没有什么势力 他在诚信党的时候反而做的有神有色 沙拉乎丁也说有足够变天什么 但是 柔佛州并不是看人数的 柔佛州有一个最大的决定性因素 不可忽略的决定性因素 就是欧兰阿达斯 柔佛有欧兰阿达斯 然后欧兰阿达斯是跟 在野党某个人 势不两立的 见面甚至可以要打架的 虽然见面都很友好 大家很友好 有说有笑 但心里是 全打脚踢的 这点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用说 就是马哈迪 所以 欧兰阿达斯才是Joho 能不能变天的关键 非常的重要 包括之前西蒙换大臣 也是因为欧兰阿达斯的介入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 这是关键的因素 所以 柔佛州会变天 我也觉得 不太可能 柔佛州如果真的给西蒙拉回足够的 议员 那我反而认为 比较大可能 会解散 解散 解散州议会 当然根据宪法 欧兰阿达斯是不能order的 必须由卸任的 卸任的州务大臣 来禁见说我要解散 然后他同意 当然他可以拒绝 他可以拒绝或同意 他同意那就解散了 但是在Joho情况不一样 Joho是 大家还记得之前金金河有毒气 弄到学校停课 我们的王储 还不是 欧兰阿达斯最大的那个 他的儿子 去巡视 直接下令 停校停课停工 政府就跟了 所以柔佛的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以柔佛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皇室 欧兰阿达斯那边是不会同意再换政府 他会很可能要求解散 很可能要求解散 因为像我说的 真正照宪法来说 欧兰阿达斯不能自己解散 他必须要做样子 他要叫曼德里布萨要求解散 他才能解散 然后现在曼德里布萨 Joho的是巫统 巫统是绝对不怕 来跟你大选的 这个我们一早也分析过了 所以巫统的大臣 如果遇到不信任动力 或者是遇到倒戈危机 他很可能就要求直接解散 然后欧兰阿达斯也很可能会统一 所以变天的可能性比较少 除非掌握决定性的优势 掌握决定性的优势 你多一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除非掌握决定性的优势 就是土团八个人又跳回去 这样子才比较有可能 但是决定性还是在欧兰阿达斯手上 这些大家必须要知道 好第三个讲题跟大家分析 讲解了三个谣言 就讲到这里 老实讲今天很多人问我这些谣言 变天啊变哪边去 我都跟你说 风我收到很多 消息我没有收到 所以King Traveler 还有一位讲英文的朋友 什么Ong的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好几位朋友都问我 洪律师是不是变天了 洪律师是不是这个 我都说我没有收到消息 我没有收到消息 我不认同 可以作证 King Traveler 不懂有在吗 现在2900人了 我们第二个讲题讲完 我喝一口水看一下